还有一件事 吉川夫人到公馆见你 我敢肯定 吉川腾也应该发现了 要不然他也不会 带她夫人到那儿去 所以 从今天开始 电台不能再用了 不用电台 我们怎么跟上级联系呢 现在这种形势 必须要防患于未然 你也看到了 吉川一南现在是什么样子 他亲眼看着他母亲 为了保护他 我和天正中了一件 他现在已经失去理智了 如果说他以前只是怀疑 从今天开始一切都变了 不至于这么严重吧 我跟吉川夫人见面 他们也没有明确的证据 你想要什么证据啊 你认为吉川父子 会跟你讲道理讲证据吗 如果他们讲道理 也不会这样出现在我们身边 对吧 还有 一个生活在他们身边 二十多年的弱女子 被他们这么残忍地 开枪为杀狂 还说明不了问题吗 姚可 现在的战争形势 逐渐已经明朗了 日本人想吞噬我们的家园 我们现在要保存 我们自己的实力 知道吗 我懂你的意思 你真懂吗 还有件事 明天开始不要去公事会上班了 不上班 那可不行 那不是掩耳盗铃吗 你放心吧 我保证 我不会贸人行动的 只观察 不行动 可以了吧 我真是拿你没办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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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吉川 杨威さん 署名が必要な新聞記事です おといて まだ 昨日 ドラがここに帰ってきた 部屋は鍵がかかっており 侵入者はいません 長官どの 昨日はヨウさんが来ました ヨウさん 署名の必要な 急な新聞記事があると ずっと門の前で待ってました 分かった 返せ ヨウさんは 把姚小姐嫁给我彻底搜查 只要有一点有证据的东西 马上给我带回来 好 什么 日本人秘密逮捕了沈家大少爷和林老板 没错 这件事情是姬川父子亲手策划的 他们当初策划暗杀沈老太爷没有成功 现在又抓沈文杰 其目的就是想吞食沈唐两家的产业 扩充日本军费 这两个人在上海小有名气 尤其是沈家 在上海也是想当当的人物 就是在华界也是举足轻重的人 沈老爷子知道这事吗 他还不知道 没敢告诉他 这样也好 沈老太爷身体有样 前面让他知道了 沈文杰一事尽快消除最坏的影响 这件事情就交给你去办 好 这个姬川一男为了报私仇 还诬陷队长是共产党 什么 这个姬川一男心狠手朗 不管是谁 一旦贴上了共党的标签 他必定会四面除阁 他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 给队长扣上了共党的帽子 就像陷害我爸当初一样 制造你们警署的内乱 这次我们就文杰 让他们无法挟持人质来去要挟沈家 估计啊 吉川一男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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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川一男绝对不会善罢啊 吉川一男绝对不会善罢 甘休的干杯 嘿 姚小姐你好 请跟我们走一趟吧 去哪里 您的一位老朋友要接你 有什么话您问她吧 我没时间 走 走 快 鸡川父子 他们现在手里有兵 而且 他们的目标越来越明确 鸡川父子 现在是虎视眈眈地盯着上海 虽然我现在是他们的目标 我相信用不了多久 他们就会把矛头指向你 你最好有个准备 我警察大队的手下 个个都是党国的忠臣 那鸡川一南是什么货色 警察大队的事情 还轮不到他插手 是 可是 鸡川一南没那么好对付 您别忘了 鸡川一南曾经在华界警察大队 做过卧体 你想啊 他对我们也算是了如指掌 是 虽然说这件事情已经时过境迁了 但现在是什么时期 中日关系如此紧张 万一民众知道了 他曾经在我们华界警察大队 做工卧体 我们这儿有过日本特务 那我们怎么交代啊 还有 我相信那个时候 市警察署也会翻旧账的 你说的话有道理啊 是该杀杀这个鸡川一南的威风的 这个人多留一天 对我们就是一个隐患 我们绝对不能让他在 唐山两家的财产上得逞 你去跟唐山两家多做工作 叫他们这两天多多防范 另外 给我死死地叮嘱鸡川一南 只要证据确凿 就立即对他实施抓捕 是 吉川哲远 我不明白你这是什么意思 这里是公事馆 招待特别客人的房间 所有进来的人 一定都会跟我交代点什么 吉川先生 我们认识也不是一两天了 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 不用跟我拐弯抹角 很少看你这么冷漠的样子 不可在我看来也很美 有没有人跟你说过 你就是一条蛇蟹美人 正常人是不会把我看成是动物的 你骂我是动物 没关系 因为是你 尤卡 我喜欢了你这么多年 我对你的心意你应该最清楚 为什么要跟我装糊涂 我从来没有跟你装过糊涂 我的态度一直都很明确 只是碍于你的自尊心 表达得含蓄了一些 我倒觉得吉川先生你 一直在跟我装糊涂 你把我带到这儿来 不会就是想跟我探讨感情的问题吗 那你觉得 我想跟你聊点什么 你今天好像很闲 别跟我打岔 你还能不能跟我说句真话 你还能不能跟我说句真话 这招还是真管用了 这谢队长啊 还是个很有气节的人 那当然了 你别看他们平时都像我一样 那是心斗角 那都是内谷矛盾 打破头还是一家人的 可这吉川父子就不一样了 他们是亲猎者 如果对他们是听之认之 那我们将来就会面对 国破家亡的危险 所以无论在哪个立场来看 谢队长都不会袖手还关的 这如果要是我爸在的话 一定会大力支持咱们 你爸如果看到你今天这么成熟 他会感到骄傲的 队长 我觉得哥几个能跟着你 是我们的幸运 你放心 我们绝对不会给你丢人的 嘴真铁就你会说 也不知道文杰他们小两口 跟老太爷谈得怎么样了 我估计沈老爷子差不多投降了吧 为什么 就凭着这文杰的死缠烂打的劲 再加上小如姐 这小只一礼 动之以情 应该拿下了 说得有道理 走 吃点东西等他们去 我说了 你会信吗 我也不知道 那我们就没什么可说了 看来你也不需要 我再给你最后的机会了 可你总要为您自己莫名其妙的举动 找个合理的理由吧 理由 理由就是 你通共 通共 这么大的罪名 吉川先生 你有证据吗 你不需要的事吗 原来已经真的能够让人出门头脑了 我怎么早没发现你这么巧啊 好好好 你不想说我不逼你 等我找到了证据你再说 别是这样啊 我们呢就想让您出去玩玩 如果您要是玩够了 我们随时接您回来 对对对 那你说 我们去哪儿 听他们说这个香港啊 是个好地方 您去那儿吧 就是啊 我听朋友说 说那可烦话了 比上海还好 看来你们两个是计划好了的 是不是嫌我老头子累赘 想把我织得远远的 是不是 哎呀不是爷爷 真不是 真的不是 那还不快说 爷爷 这事已至此 我就跟您实话实说吧 咱们家 让小鬼子惦记上了 什么 爷爷 您千万不要着急 我们就是怕您着急 所以 没敢跟您说的 爷爷没什么事 爷爷这把年纪 什么事都经历过 接着说 这小日本子啊 现在是越来越嚣张了 鸡山父子 惦记上咱们家和唐家的财产了 上次您为什么受伤 您心里边宁静呢 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您的安全 哎呀 你怎么受伤了 你看你怎么受伤了 你去看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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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我们去晚了 这个女人不一般 不一般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没有证据 也不好拘禁她太久吧 给我交代人手继续扫 继续扫 滚 我舍不得离开你 再说了 到这把老骨头了 我谁都不怕 我是放心不下呀 我这一走 你们怎么办 爷爷也是 骨头难离呀 爷爷 来 爷爷 那个 既然你哪都不找去 她都不去 这什么 我推您去那边转转 不要再跟我隐形了 你真的以为没有证据 我就抓不了你 那也很正常 反正你们日本人 一向都是以强盗的逻辑 欺负我们中国人的 你说什么 强盗 击穿一难 你就是寡连仙持的强盗 你看 也不是正在用你自己的行为来证明 击穿一难 你不是强盗是什么 就是一个卑鄙 无耻冷血的强盗 就闭嘴 我不会再重你的权盗了 杨克 你别想激动我 在我没有找到证据之前 你就想离开这儿 你休息了 怎么样 来 快快 坐坐坐 来 我跟你说啊 我现在是什么招都使上了 可是你们家老爷子 就是不给我个明确的答复 你说他也不说同意 也不说不同意 最后倒好了 跟我说什么 他累了 想睡觉 弄得我也挺尴尬的 我正好走了 今天这便衣你也是看见了 再拖下去 我怕急穿父子狗急跳墙 背后下黑手 高涵怎么没来啊 再登坑吧 好痛 落下黑手 落下黑手 开始 一天 一天 再看着是 布 他帅上的 因为我跟吉川家 是不可调和的民族仇恨 我为了不让你难过 所以我才把你推得远远的 可是我错了 这二十年 我一直在想 如果有一天我能见到你 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景 那天你给我预配的时候 你知道吗 我多想冲上去抱住你 好好地教你一生吧 我就是你的娘 你的亲娘 我就是你的娘 我就是你的娘 可是我没有 没想到最后叫你妈的时候 你去 妈 我好高兴啊 我有好朋友在前面 你每次让我走我工作的原因是 如果我走了我就见不到你了 最期望我还能在这儿看到 你不能死啊妈 你不能死啊 妈 妈 这是你给我的预配 我今天把它买在这儿 你就当是儿子一直在陪着你 你当着 妈 等我杀了几帅父子 我带你回家 你也把我相当的 你beer的 你是否会 你不会 连你 要是吧 你也不允许您 你也不允许你 那时候别跑得来 你得到几席楼 就走 吧 那时候别跑了 咱们她就等着 就让我太意外了 到底是我的判断错了 还是你的信念得太好了 遥寇 我不会再相信你了 你 Fields 你 果然说是什么 我劝过她 她就是不听 一专一难 肯定是她 高涵 我们先冷静就想想我们下部动作 高涵 你要干什么 既然他们把姚客家翻了个遍 肯定是发现了电报的处处 我现在必须要发一个电报 引开他们的注意力 你知道你现在发报 会给姚客带来多大麻烦吗 我如果再不发报就来不及了 放开 你听我说 如果他们有怀疑姚客参与电台的话 那他们的监听范围一定会在姚客家附近 如果现在你以同样的频段发报的话 那他们就会以为姚客转移的电台 我们不要把姬传一弹想得太过于简单 你说的有道理 我太冲动了 我有办法了 我们走 姬传一弹 你不是抢我 难道是什么吗 你就是一个来自卑劣民族的无耻强盗 闭嘴 进来 报告 新状况 有 没人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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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他们能够收到我们刚刚发出的信号 最晚明天不要喝酒会消息了 但越能够管由 这里就有了吧 一旦有消息我会立马通知你 拜托了 但还没必要这么客气 对了 沈老太爷家的事情 我还没有见到文杰他们 不过你放心 我们已经做好了随时转移的准备 好 高涵 你此刻的心情我非常理解 但是你是他们的领导 做我们这个工作 预示能行是最基本的原则 如果你在不理直的状态下 做出了不正确的选择 那会随时惨重的 我记住了 今天事不太冲动了 以后不会了 行 没什么事 我下车了 我送你 你可以 我可以走了吗 这么自信 当然 如果我要是说了 那不可以呢 那也很正常 因為你們日本人 從來就不講道理 葉哥 我想改成不公地問你一個問題 問吧 你只需要告訴我 高函是不是你的上司 回答問我 你就可以回家了 你才是我的上司 整個公事館的人都知道 至於高函 我只能說 他是一個有節氣的中國男人 是值得我信任的男人 更是我值得托付終身的男人 夠了 你很不願意聽嗎 可我還沒有說完 你懷揣著各種陰諾 用虛假的身份來到我們中國 幹著滅絕人性的勾搭 你們日本人毫無國際法 霸佔我們的領土 還想讓我們中國人 滅在笑容地迎接你們 揭穿專員 你不覺得你們很可笑嗎 一口鼻嘴 一口鼻嘴 我就是個普通的中國公民 而你卻把我毫無理由地關押在這裡 你一定以為不會有人替我伸張正義了吧 極川義男 你看看你自己 你真的好可憐 你懷疑你身邊所有的人 所有的事 你從來就沒有得到過真誠 因為你信奉虛偽 騙子 你不找過覺得都是騙子 我奉勸你一句 還是趕快回頭吧 不然在你的面前 就只有死路一條 我已經快失蹤二十四個小時了吧 我所在的通訊社會找我 高涵也會找我 極川義男 你就等著公主 想你討伐吧 你醜惡的嘴臉 很快就會面對事實 隊長 怎麼這麼來的隊長 姚科失蹤了 我懷疑極川義男幹的 極川義男 他怎麼不對姚科下手啊 那我們現在怎麼辦 現在只能等 你沒人要承認 你搓了 我走 你去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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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走 你去走 快走 我走 你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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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尽快把她转移 现在她的安全最重要 哎 哎哎 媳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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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媳妇 是不说服我 赶紧走医院 走走走 赶紧去 走走走 媳妇 你们两个人在这带病 原地带病 哦 不是 怎么了 不 专员 你就绝对让她走了 顶着她 二十四小时近空 好了 哎 医生 医生 我媳妇怎么样了 啊 她主要是因为啊 精神过度紧张 引起的身体虚弱 回去啊 好好补补就没事了 就 就好好补补嘛 对孕妇来说啊 她还需要 哎不是不是 你说什么 对孕妇来说啊 她还需要 她还需要好好休息 充足的营养 和良好的睡眠 哎 医生 哎 哎 你给妈妈说啊 你 你说 我媳妇怀孕了 对啊 哎 行 慢点慢点慢点 哎呀 我没事 你不用扶着我 这事 别别别别 哎 这医生不是说了吗 你现在可是重点保护对象 哥函 嗯 怎么样 文杰 哎呀 我要当爸爸了 真的 嘿 小如怀孕了 哈哈哈哈 这可真是好消息 咱们得好好庆祝去 对啊 庆祝 必须好好庆祝啊 明天祝午 万豪俱乐部 八百酒宴 啊 喝得个昏天黑地的 啊 我 你没事吧 哦 我没事 你快走吧 别在这儿再吓了别人 没事就好 没事就好 那我 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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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走吧 别在这儿再吓了别人 岁月 那杰哥还不乐风啊 是啊 我也替他们高兴 所以我让文杰他们赶紧回去 给老太爷报个喜劝 这明天咱得让文杰 好好请他们吃顿大餐啊 这一顿哪够啊 吃死他 小如现在突然怀孕 她的这种身体状况 我担心不能参与我们的任务 我临时决定 让小如跟老太爷 离开上海去香港去 我和文杰和小如都说了 他们也同意了 现在就是老太爷这边 我担心她不同意 不过也还好 我相信 有小如肚子里的孩子 作为条件 沈老太爷 应该会很爽快地答应 那看来 咱们得有一阵 见不着小如姐啊 是 不过这样也好 他们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我们心里也踏实 我现在就是担心 对付吉川一南这边 我们的人手不够 队长 要不这样 我让文杰 找几个合一堂的兄弟 来帮忙 都是可以考虑 警长 警长 回来了 去告给你母亲了吗 去了 你还好吗 还好 我已经想明白了 失去的东西 永远都回不来 而且 我已经把我 憋在心里的话 却都跟我爸说了 大家不需要担心我 好 休息几点吗 不用 我已经调整好了 我现在立马就能 可以跟大家执行任务 熬量的 福建 什么事情 黄有什么 我希望我们尽快 进入这身权的计划 你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福建 听说 你关押了 那个叫姚柯的女人 是 如果我没有猜测的话 就是那个姚柯 发现了这个秘密 福建 我已经审问过姚柯了 并且把它秘密地 解释起来 请你一定相信我 只是你还没有找到 继续关押她的证据 是我答应了 你要记住这个教训 他们这些人 是不能相信的 这次 唐侍良家的事情 不能再出差错 我们要拿出战功来 效忠天王 我刚刚得到了消息 对中国的行动计划 已经开启了 上海是重中之重 还有 你安排一下吧 一定要控制住沈家 等我接到本部的命令之后 马上开始行动 与我们为敌的人 让一颗一颗的 都消灭掉 是 我真是学安慰 辛苦了 这样看来 姚客还算是平安 不过几川一南盯得这么紧 又不是个办法 现在的形势越来越复杂了 高涵 你可一定有坚持住啊 放心吧 明天我把沈老太爷先送走 她答应了 是 晓如怀孕了 我暂时决定 让晓如和沈老太爷 先离开上海 到香港去躲一躲 毕竟打打杀杀的 子弹也不长眼睛 这老沈家就一根毒苗 咱们得好好保护他们 这倒是人家好事 高涵 这几年你带着这几个小子 经历过风风雨雨 也经受了各种考验 我想啊 等事情安定下来以后 我要跟上级申请 由我们两个人 做到他们入党申请的介绍人 真的 这太好了 这几个小子知道了 肯定高兴死了 对了 还有姚科的事情 我们需要谨慎处理 我们一定要想尽 一切办法保证她的安全 毕竟金川一南的手下 跟得太近了 沈家的事情呢 还是不要让姚科插手了 等把沈老太爷 跟小陆送走之后 我们再想办法 把她从金川一南的手里 解救出来 放心吧 我会的 今天晚上你就在这 凑合一宿吧 明天一早 还要赶到嘉兴去 这两天因为我们的事情 已经耽误你一天了 都是自己的同事 千万别见外 现在黄金的下落还不明 我知道回嘉兴呢 也是为了寻找黄金的下落 是啊 我原以为 这姬川一南 会把黄金和文杰 他们一起转移回上海 没想到 他会露这么一手 所以呢 我觉得姬川父子 还是会再去嘉兴的 这么大批黄金 他们不可能轻易地 救给别人的 是啊 我们到时候可以想办法 查一查 姬川一南他们在嘉兴 都去过什么地方 如果有必要的话 我们可以请陈市长出兵帮忙 陈市长的事情呢 等我回去跟上期汇报了再说吧 关于黄金这件事情呢 你还是不要插手了 这里的事情已经够你手了 好 你是不是想要客了 别看了 再看的话 菜都凉了 媳妇 来 我敬你一杯 谢谢你 谢谢你嫁给我 谢谢你 成为我们孩子的妈妈 我胜未见这辈子 都不会辜负你 来 谢谢你 明天 我和爷爷就要去香港了 这一别 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还能见到 你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 要按时吃饭 到了香港以后 就信仆你了 怀着咱们的孩子 还要照顾爷爷 我心疼你 我是谁啊 我可是唐晓如 我可是唐晓如